总统蔡英文今天和交通部长贺承旦 来到位于新竹信的台湾车辆公司参访 认识台湾国产车辆设施 蔡总统表示 已经将轨道运输立为前真计划之一 我要再一次肯定蔡董事长 以及所有台车的同仁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目的 就是要透过政府的支持 使领导产业不断的创新成长 让轨道运输的蓬勃 来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 也带领台湾真正走向 更有前瞻性的未来 目前规划中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也将轨道运输列为重点项目 总统蔡英文今天在台车董事长蔡黄郎 交通部长贺承旦 以及新竹县长邱敬纯的陪董下 亲自搭乘台车公司打造的电点车 台车董事长蔡黄郎表示 感谢蔡总统对国车国造的重视 希望政府未来在轨道车辆 也能给台车公司更多资源 再次用电话车说明 介绍 3号 5号